但你知道吗 你的办公桌的摆放方式也会对此产生影响 正确的办公桌摆放可以助你的事业蒸蒸日上 增进人际关系 甚至带来财运 虽然工作区域通常有限 但适当的风水布局能带来巨大效益 所以千万别忽视办公桌的影响力 一 避免正对门口 如果可能的话 避免办公桌正对门口 因为门口是人来人往的地方 会打扰你的工作 这尤其对那些有独立办公室的领导者重要 以避免下属频繁地进出干扰工作和人际关系 二 背靠墙壁 最好选择一个位置 让办公桌的最后一排椅子背靠墙壁 这样有一种背靠靠山的感觉 有助于稳定情绪 提高工作效率 三 保留前方空间 在办公桌前方留出一定的空间 这是升级区 有助于事业上升和人际关系融洽 空间开阔 不仅提高心情 也使人感到愉悦 合理的办公桌摆放 能为你的事业和人际关系 带来积极影响 要根据你的情况 选择最适合的摆放方式 如果你想要更多 关于办公室风水的摆设建议 或者更多有关商业风水的咨询 欢迎你和我们的专业咨询团队接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